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继续看灰狮与张子的故事 灰狮对张子说 这个魏王送了我一个大的葫芦的种子 这个种子我种下去之后呢 长成了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特别大 然后大到什么样子呢 大概有这个五十之大 五蛋之大 它可以盛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当我要用它去盛水的时候 我发现它盛的水太重了 这个葫芦自身又不足够坚硬 所以它盛了水之后 它都不足以把自己 它的坚硬度不足以把它盛下的这些水拖起来 我一举起来它就碎了 盛水是不行的 那接下来用它做什么呢 葫芦最常见的用处就是用它劈开 然后做勺子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就把它劈开了 剖开了 当我把它剖开的时候发现这个葫芦太大了 它作为勺子的话 它总要从什么东西里取水吧 都没有器皿可以供它取水 没有器皿可以容得下它 说这样大的葫芦啊 它真的是太没有用处了 于是我就把它敲碎了 好可惜就是 为王送给他一个如此大的 如此特别的葫芦 他把它敲碎了 那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葫芦送给了我们 我们用它干什么呢 可能我们一时也难以想出来 这么大的东西 要干什么用 这里就很有意思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 小大之变的时候 说大处才可以容大物 对吧 说大物也必生于大处 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太大的东西 我们无以使用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有些很好的东西 我们难以把它用在更合适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用它的时候 这就是庄子想告诉我们的 说猪 猪于用大也 就是大物一定有大的人去用 大的人并不是肉体上的大 而是心灵境界的大 而是眼界之大 没有庄子这样的眼界 谁能用那个巨大的葫芦呢 谁又能去使用那个 无核有之相上巨大的大树呢 庄子为了让惠师明白这件事情 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我看庄子是一个既敏热又善良的人 他的敏热在于他永远都一眼 看到了人生的真谛 看到了每个人这个问题的关键核心 但是他的善良又在于 他从不把这种刻薄之语直接说出来 他又用了一个预言 他愿意把它放置故事中讲出来 这个时候他讲的故事还是宋人的故事 庄子特别喜欢去宋人的例子 说宋国有一个人啊 有一家人 一个家族的人 他们家会一种秘方 配方 这个配方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护手霜吧 这个配方可以使他们在冬天的时候 手不军裂 于是呢 他们有了这样的秘方之后 他们家族就有一个世代相成的事 也以供大家生养 就是帮别人洗衣服 剖洗棉絮 在冬天剖洗棉絮是很困难的 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去暖环境 当然没有这么多的热水 所以剖洗棉絮在冬天的时候 要去河里 去河里这个水是非常冷的 手很容易裂开 冻伤 于是这家人就靠着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秘方 可以不动伤手 世代以此为生 这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并且稳定的谋生技能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客人到了 他所这一家人所在的地方之后啊 看到他们家的这个秘方就很喜欢 于是就跟他说 我可以出百斤来购买你们家的这个秘方吗 于是他们家很重视这件事情 召集了河族的老小 然后坐在一起商量 说要不要把这个世代祖传的秘方卖给他呢 后来大家一商量 这个家族人很聪明 说还是卖了吧 因为我们世代就以剖洗为生 赚了这么多年 可能也赚不到百斤 何不把它卖掉 然后一次货百斤 然后我们整个家族就有了一大笔收入 想想这个百利而无一害呀 对吧 因为这个护手双秘方虽然卖给他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的呀 如果我们日后想继续从事我们这个剖洗的事业 还是可以进行的 于是这一家人就 全部赞成 把这护手双卖给了这个客人 赚了百斤之多 这个客人后来就去哪了呢 他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 经常出现的形象 就是他是游说一个国的这样的一个说客 于是他就到了吴国 到吴国之后啊 恰巧吴国在跟越国打仗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越国在哪 越国在江浙一带 就是那个断发纹身之处 他到了这个吴国之后 发现吴国跟越国打仗 而吴越之战是水战 在南方水战 冬天的水战啊 士兵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冻伤 于是这个买得户 买得这种秘方的这个人啊 他就去率兵打仗的时候 给吴国的人都是用 给吴国的士兵都用上了这种 不军裂 可以失手不军裂的配方 于是吴国很容易的大败了越国 于是这个人回去复命之后 列帝封口 中文说你看啊 同样就是一个 可以失手不军裂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秘方 对于那一个家族的人来说 他们只能世代从事辛苦的 换洗事业 而对于这个说客来说 他只是买了秘方 以很短的时间 将它放在一个两国之战之中 迅速就可以使自己 列帝封喉 东西都是个东西 关键是我们如何使用它 使用还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就是你能找到看到 正确使用它的方式 当然了 这种列帝封口的章子看起来 这只是一个世俗之中的故事 这故事中无论是洗衣服还是打仗 对于这个东西的使用啊 它实际上都仍然是方类的使用 它使用的大小来自于 或者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啊 它来自于利益的得失 而章子想说的比这个还要大 章子所说的是 如果这个地方 大家都能看出来大小之别 大家都能看出来眼界的差异的话 那我要跟大家说 对于这个大葫芦 我们就更应该看得出来了 由于是他开始讲这个大葫芦要怎么用 刚才我们看了 会是把它砸碎了 那我们要怎么用呢 不知道大家心中如何想 我们看章子 章子说 现在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葫芦 我为什么还要把它当成一个 这个水 当成一个盛水的工具呢 不需要啊 这么大的葫芦 我要把它放在江湖之中 作为一个小粥 它足够大 它可以作为一个小粥 这个时候我坐在它上面 泛游于江湖之中 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 在最小的生活场景中使用它 我完全可以把它放于江湖之中 而江湖啊 这个既是江湖 江和湖水这样的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想想 江湖在中国的文字中 形容的世界就更大 它大概包括了方内方外的 整个人时间 而庄子恰恰就是以一个这个方式 在人世间行走生活的 像潇游中我说 除了潇游之外 游其实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字 在庄子中多次出现游 庄子更愿意以一个游的方式 游于江湖 游于人世之间 游于天地之间 而游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也说 游常常带着一种他乡的意象 而庄子当庄子说 他要游于世间的时候 而庄丁可以游刃有余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游啊 正是因为他与世间产生了 一定的超理和超脱 正是因为他寻到了 更根本的天地之间的规律 所以他才能如游戏一般 在世间行走 虽然在这个行走中 可能确实如楚筐皆宇所说 无形确取 我们不得不进行曲折的行走 但是这个曲折的行走 本身并不会对庄子的精神 对庄子的内心造成任何伤害 因为在庄子这里 心灵永远都是可以随时超脱出来的 而心灵也是不受这个污浊的世间所沾染的 所以他才能随时的找到这种大物的大用 他也才能随时在这种 物默之伤 或者说生命时时被物所伤的 这样的种种生活 场景之中瞬间就超脱出来 超脱到那个泛油的江湖之上 超脱到那个无和有之相去 所以我们最后稍稍做一个总结 整个不逍遥游之中 有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小大之变 小大之变并不是真实的小和大的比较 而是对庄子来说 小是固守 大是可以变化的 就是小在庄子的逍遥游中的意向 一定更主要是视野了狭小 而导致了内心的禁锢 因内心太过禁锢而明顽不化 所以他的生活一定是一种狭窄的 难以变通的 而大是因为有了扩大的心境和眼界之后 自然可以容纳更多 当然可以顺应万物的变化 顺应人时百态的变化 这个就是大而化之和小则固守 与之相对的就是 在大而化之的境界下 我们的心灵是无态的 因为你不执着于什么 你不一定要得到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万物的所得和所失 你都是可以坦然接受的 如果万物的得失都可以坦然接受 就像我们坦然接受春夏秋冬 接受寒来暑往 接受日夜相待一样 在这样的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之中 我们同时要体会到 我们的生命何不就是天地之间的一物呢 就像树木的经历的春生夏长一样 我们的生命与在天地之间 在茫茫的大地之上 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开始以一个更大的天地视角 去看待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的时候 看待我们这个短暂脆弱的生活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知道 并没有那么多期待 无态常常来自于我们人的执着和期待 当没有了执着自然没有了期待 当没有了期待 我们自然可以安时处顺 自然可以接受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 和所失去的一切 如果这样哀乐就不能入了 因为哀无非就是求之不得 或者求之失之 而乐呢无非就是求之得之呗 大体就是这样 当没有求了 那还哪有哀乐呢 当不再有这种因哀乐而带来的事物 对人的损伤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过于珍惜事物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因得失他而哀 哀或者喜 当我们都没有这种哀和喜了 没有这种得失之心了 那物自然就没之伤了 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枪伐我们的内心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处在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下 而这种在世间中的游刃有余 就是庄子所追求的逍遥 而这种游的状态是庄子所赞赏的 于世坚存的状态 所以这里的逍遥永远都不是肉体的逍遥 并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与权力相关的自由 远远不是这个 这里的逍遥是心之境界 所以在庄子这里 肉体跟心灵是可以分开的 肉体是永远寄居于人世之间 而心灵是可以随时飞于九万里高空 带给我们一个游听世人的视角 而因这种视角的改变 会给我们带来眼界境界 进而带来世界的改变 那这样世界的改变 才是庄子真正所赞赏的逍遥游 所以逍遥游不在 逍遥这种形象 没在庄子这一篇中 以任何一个实际人物的形象出现 就像列子这种遇风而行 也是有待的 也是不逍遥的 这是对的 因为一个具体 任何具体的肉身的形象 都不可能是逍遥的 逍遥只能是那个 是根本就在视听之外的 在四海之外遨游的 秒顾一只身上的神人 而那个神人 他才是预居于 我们身体内部的心灵的境界 好 逍遥这讲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